Lio聊世紀天梯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MBL對Sign Heart 兩位常常在天梯上遇到的死對頭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是MBL 他選擇的文明是蒙古人 蒙古人打了野的速度非常快 不管是要吃野豬或野生動物 路都是非常快 所以他在前期可以打棒棒開局或是肉馬 但現在肉馬已經成為主流了 雖然以前還是有直接選手會用蒙古棒棒開局 但是大家都知道怎麼擋棒棒之後 其實棒棒的騷擾效果還是沒有肉馬這麼的好 那蒙古人的後期馬攻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城堡時代開始 刺猴騎兵就會加20點的血量加成 草原騎兵也是 所以城堡時代的蒙古人 非常適合打駱駝 或者是打草原騎兵 或是青騎兵的開局流程 後期的話再轉出蒙古突擊作為主流攻擊 那蒙古人如果遇到像是伯伯 或是一些馬攻克制的文明 那就最好是轉一下強奴會比較好 那強奴部分的一樣是有滿的 雖然防禦沒有滿 但也有拇指環的技術關係 所以打馬攻還算是能用的狀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中國人 那中國人的特色開局時會給三村 但是在以阿拉伯這個META來說 可能只會領先一村半左右的村民數 並不會領先到三村的村民去 所以村民開局就有領先的關係 中國人可以把自己的進攻節奏打好打滿 甚至三公三房全部都有 不管你是要打步兵攻兵騎兵 都是三公三房 那後期的部分稍微可惜了一點 沒有火炮也沒有火槍 所以他在轉型的過程會比較 吃玩家的轉型的時機點跟這個經濟 那中國人他的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救出思想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要擋對方的投石車 甄履前壓的話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肉碼 或是用強奴去點掉對方的僧侶 或是投石車 那步兵單位的話就不用講了 可能還要被投石車砸爛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阿拉伯的關係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形 這邊看到後面有黃金相當不錯 中國這邊黃金在後面很舒服 但是果子在前面就有點難受了 那待會吃果的說明 可能要先從這兩個慢慢往下吃會比較好 就可能是一邊各吃一隻 很容易被抓掉說明 那前期的部分他圍家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左邊的話先圍起來 待會會好過一點 這裡是有個洞 這裡有個洞 那右邊很快黃金的關係 所以暫時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主要是黃金的部分在後面 前期的果子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有三片幕區 我覺得這個地形還算不錯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MBL這裡 MBL這邊就有點難受了 黃金石在這種挖地之處 左右兩邊都是高地 這就意味著只要HOT中國 拿到這個工兵優勢 站上這個高地 MBL打防守勢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的 MBL如果要守住這裡的話 最好是把家裡往外圍 盡可能的把家裡圍出去 但如果盡可能圍出去的話 自己的經濟又會不好 這個就是西利國最困難的地方 到底是要小圍還是大圍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MBL這邊偷支部的關係 讓自己的肉麻打贏了對手HOT的村民 不是村民 是齁 現在看起來偷支部真的是比較有料一點 HOT這邊是沒有偷支部的關係 所以肉麻先被擊殺掉了 MBL升到封建塞州 馬上按了一隻槍兵 先過來偵查一下 對方是打馬就開 槍兵兩邊可以互戳 好馬就一號趕快按肉麻 MBL家裡還沒有開始圍家 反正是先偷了三片農田 好這裡開始再吃 好後面槍兵互打 兩個肉麻過來 集結繞了一圈 看了一下對手的地形 右邊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好打 左邊的話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好後面這個洞也補起來 好槍兵最後被擊殺掉 現在MBL也要開始圍家裡了 現在肉麻在前面給對方稍微一點壓力 讓對方不敢第一時間過來 那正面的部分是稍微圍了 這個高地點 那這樣算是一個小圍 左邊的部分該怎麼辦呢 還是要靠兵防守呢 好對手HOT兩隻肉麻 往前偵查 唉唷看到MBL已經轉出射箭場 攻兵走出來 自己的射箭場要找個機會補嗎 誒不補射箭場 可能覺得自己來不及補嗎 先補了一個 六王塔 才補了射箭場 看我是覺得有點 太心急了嗎 感覺這個劍塔不是那麼的需要啊 好那這裏有為出來的關係 暫時果子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但是正面依舊被騷擾當中 沒有毛病暫時只能被壓著打 好這邊先困兩隻毛病 MBL點下了一級射 這一波強攻沒有辦法打破 HOT這裡 趕快按些毛病防守一下 那現在還沒有兵工場的關係 現在射程喔 稍微有點差啊 好這面木牆跟防止打到殘血 右邊繼續騷擾 MBL點下了一... 不是MBL 這個HOT點下了一級射 如果B對手有點一級射的話 那對手的升級時間就不會太快了 這也是MBL想要獲得的效果 讓對方也投資一些科技 跟自己的工兵對射 MBL這邊的工兵就可以繼續按下去了 基本上也可以不用停 稍微斷一下沒關係 只要存夠兩百斤 但是如果這邊工兵按太多的話 也會造成自己生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MBL這裡就要趕快去下個市集 這裡市集已經下了 好這個是師弟立國的現在META的觀念 工兵可以斷 但是黃金一定要存起來買賣上城堡 現在不管是哪個文明喔 都會用到這個市集上城喔 原來沒有買賣的那邊喔 往往會劣勢很多 那中國這裡喔 剛剛投資了這個劍塔之後 反而讓自己經濟很差 甚至要買賣也沒有辦法那麼快升上去 這個劍塔投資真的是 感覺不是那麼的必要啊 好那目前看起來中國是落後了 大約一分鐘的Style升級 好穩定升到城堡Style 現在MBL 四隻肉馬 要不要找個機會去騷擾一下呢 現在蒙古家裡也圍的差不多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花的資源也是很多 好 上面的部分要來看一下操作 毛兵低促 這邊上去就是一發毛兵傷害 城堡Style升上去 奴兵要升級嗎 這邊MBL在抉擇當中 如果投資奴兵的話肉會非常少 草原騎兵的數量不好形成 那前期還是要趕快多按些草原騎兵喔 但是現在草原騎兵的血量 也算是被NERF的10%血量 所以現在血量只有92滴血 所以跟以前比起來 現在草原騎兵是稍微 沒那麼強了 好那中國這邊還是要堅持補下 戰毛兵二級射 那如果這個二級射起來的話 草原騎兵可能就會有點難受了 好洛馬趕快去砍 草原騎兵再收掉一隻洛馬 洛馬全部收光 這時候戰毛兵的升級取消 中國反而是轉出了駱駝 蒙古這邊也有駱駝 而且也是重中駱駝 但是沒有三級馬砍 以駱駝互打的情況下來說 中國這邊還有村民上的優勢 所以打經濟戰 可能蒙古人還是會稍微劣勢一點 那如果想要打贏對方的駱駝大軍的話 蒙古這邊要轉出奴兵 或是轉出槍兵來 防守會更好一些 那如果中國突然又轉出了工兵出來的話 那這個戰局就會比較複雜 OK 那這裡再補了一個房子 人切的打鬥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摩擦 兩邊的打法都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MBL這裡沒有投資奴兵的升級 二級射也沒有 不然是開出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結果這個房子有洞 直接打進來 工兵已上前 先射掉對方的槍兵 草原起兵衝進去 然後開抓 這邊直接抓死了一村 草原起兵高打低 駱駝這邊要小心 工兵在高地 射得很開心 先射掉槍兵 槍兵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 全部倒下 接下來高打低 草原起兵高打低 但是還是受不了駱駝的傷害 這就是蒙古的草原起兵的問題 到對方轉駱駝的情況下 還是要靠工兵才行 或是槍兵 草原起兵真的是扛不住 OK 那HOT這裡是已經拿下了主動權了 接下來就是MBL轉兵的重點了 那MBL這邊繼續轉草原起兵的話 可能會讓自己經濟有點糟糕 那HOT這邊繼續駱駝 沒意外的話 MBL還是要用自己的草原起兵 去多多偷村民才行 雖然3TC也補下了 草原起兵要出發了嗎 轉出了一隻生鋁 三隻生鋁已經開始在撿生物了 已經撿了一顆兩顆 這邊稍微燈掉一下 找想到了嗎 沒有 現在往前面 戳掉對方的馬舊 好 但是生鋁來了 避退一下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 村民暫時領先 只有13村對58村 村民優勢還是很明顯 好但是蒙古也補下4TC 那開啟4TC路線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大規模的打鬥了 應該就是兩邊護農 帝王決戰 好 居然蒙古點下了 賭罪思想 這個投資 我覺得怪怪的 這個賭罪思想 在這個時間點投資是對的嗎 我不確定 好但生鋁拉到最前方 先招起了一隻駱駝 但是哈特有發現 你的生鋁怎麼會招翔 我的生鋁 趕快拉走 哈特這邊反應還是相當快 好最後還是招翔到了一隻駱駝 好這隻駱駝拿下 現在有生鋁的關係 哈特也是非常小心 雖然我駱駝打得贏你的草原騎兵 但是我打不贏你的生鋁啊 那哈特這裡是要思考一下 該怎麼去針對這些 生鋁才好 當然中國也是有肉碼可以打 但現在要轉出 肉碼出來的話也是沒那麼輕鬆 對方也是有草原騎兵的 也可以快速擊殺掉這些肉碼 而且肉碼出太多的話 反正正命會打不贏 好這邊瞬間收掉一隻駱駝 把這個叛徒給中出掉了 中出了叛徒 OK 我們看到中國補下二級馬凱 待會要思考事情 中國要是這邊開始轉奴兵的話 那蒙古人這邊轉生旅 如果把這個叛徒都帶在奴兵身上 那奴兵的話有這個射程優勢 可以去點掉生鋁的話 駱駝就會比較輕鬆 只要這四隻生鋁都進入了 CD實踐的話 駱駝就可以往前 但是這三隻生鋁很危險 MBL有機會嗎 這我還是沒機會 OK兩邊都是打一個 生鋁的勾心鬥角比賽 都不想被召翔 好那兩邊的支援量 已經來到了跨地龍世代 93村89村 這部分第一次收掉了駱駝 在駱駝這裡召翔 草原騎兵在後面 要繼續打嗎 這邊駱駝招完了 果然召翔一結束 雖然駱駝最後還是被召翔到了四隻 第五隻駱駝也要被召翔 但這邊勝率可能要再繼續按 現在草原騎兵完全打不與駱駝 千萬不能跟對方對幹起來 好又召翔掉了一隻駱駝 這邊草原騎兵趕快去抓生鋁 這裡有個機會 草原騎兵沒有機會 反而是這邊庫城堡的關係 草原騎兵被召翔掉了三隻數量 MBL這邊想要偷地龍世代 會不會一偷就暴斃呢 好這邊可以稍微收一下村 買賣一下 點一下地龍世代 好開始轉蒙古圖氣 蒙古圖氣 點完之後 駱駝就會稍微好打一些 但是後面的僧侶依舊是個問題 草原騎兵看能不能死之前再抓掉這些僧侶 就是我們剛剛中局講的 不知道是蒙古這邊草原騎兵遇到有駱駝的文明 必須出草原騎兵基本上是沒希望的 你就算打駱駝的話 又很難打贏對方的經濟優勢 這就是蒙古城堡時代最出弱的地方 草原騎兵被對方給秒殺 草原騎兵過來 這一個包夾 草原騎兵又受到了一點傷害 再一刀就要拿下 好 中國這裡點一下地龍世代 兩邊準備要來到帝王決戰了 好 駱駝直接走到深處裡面 但是這裡也有 生旅 這招想啦 這裡有個洞喔 趕快補一下 好 補了一個新的洞 再來的狀況是城堡繼續往前補 蒙古突擊的數量慢慢提升當中 中國是打算要用駱駝來迎戰蒙古突擊 那蒙古突擊要成型的話 還需要非常久的時間 中國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考慮要不要轉出中國聯儒 或者是戰毛兵 好 進行反制喔 駱駝配戰毛兵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雖然主動權的優勢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好 蒙古人點下地龍世代事後 三級射彈道學化學 工兵路線全部點起來了 好 資源量來說還是中國這邊 欸 中國這邊有聰明術的領先 但是資源量來說並沒有領先喔 蒙古這邊的資源量反而是反超中國的 那這裡最大的原因喔 是因為沒有點這個二級伐木 也沒有二級農 甚至也沒手推車 如果中國這邊有注意這些細節的話 把這個經濟科技點好 那經濟就不會落後太多 那本應當喔 是蒙古這邊會劣勢才對喔 經濟上 結果現在本來是中國這邊劣勢 好 這邊三級馬凱 跟重裝駱駝 不然不下 這裡要轉戰毛兵嗎 還是不轉呢 那以中國這個經濟情況下來說的話 要再繼續旋轉黃金兵的話 會有點壓力 而且中國聯弩的問題喔 也是吃黃金的 而且打蒙古圖技沒有射程上的優勢 如果打戰毛兵的話 就是五五開 而且還有三級工兵鎧甲 消耗起來的話也不是那麼的受傷 那這邊要怎麼轉型 也是要看HART這邊的決定 不然只單靠重裝駱駝 想要打贏蒙古圖技也是稍稍有點困難的 MBL這邊 蒙古圖技來到了14隻 24隻的重裝駱駝 要上了吧 上了上了上了 直接上去一陣爆砍 往後拉 好拉扯 哇這邊倒地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拿下 好中國這裡 駱駝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30隻有了吧 剛好30隻 好前方這根城堡果然被拆掉 那蒙古這邊要小心喔 如果城堡被拆太多的話 自己的蒙古圖技的產能會大打折扣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穩住黃金獲取來源 這兩塊金絕對不能失手 這個城堡怎麼蓋蓋不蓋了 好 蒙古人這邊點下精銳升級 中國這裡兩台巨型偷斯機 變成第三台了 攻擊力一開始慢慢補了上去 中國這裡沒有選擇戰毛病的路線 而是選擇肉碼 中國的肉碼比較可惜了一點 沒有大肉碼 但是有三攻三防 要打村民的話也是四刀一村 還算是蠻好用的 好這裡一瞬直接點掉兩台巨型偷斯機 哇 中國這裡失誤了 雖然駱駝上前也是抓掉了一些蒙古圖機 但是直接損失400黃金相當的虧 而且這邊直接進入了城堡的火力交叉射擊裡 現在這邊都是蒙古的射程範圍內 這裡要小心一點 蒙古現在有射程上的優勢 中國這邊有攻城優勢 兩台巨型偷斯機再度架了起來 蒙古圖機這邊最重要是數量要成型 是不是要成型的話就有機會守下 但現在只靠數量的話還需要一點時間 巨型偷斯機再度進攻 駱駝直接往前打 駱駝往後拉走 這邊看能不能收村 體剩一下城堡的傷害力 好 蒙古圖機再度往前點掉一隻僧侶 後方駱駝再次拉走 這裡有個BD 洛馬開始多線操作 哈特這邊好像快要承受不住 戰毛兵這裡努力一點 但是還沒有升級戰毛 還是一般的毛兵 黃金不太夠 趕快點戰毛 三級色也要趕快點 終於發現自己的問題了 中國打蒙古 最重要的就是戰毛配駱駝 是標配組合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三台巨型偷斯機來了 NBL這邊能守住嗎 石頭的庫存已經不是很夠 這邊可能要拉一些村民過來集結一下 挖石頭才行 但是這邊是選擇繼續挖黃金 蒙古圖機數量來到了30隻 先點掉一隻生日 兩隻生日直接被點掉 這邊高打地 蒙古圖機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收掉了一些駱駝的數量 駱駝的數量越來越少 駱駝死相26隻 正面的部分 不到14隻的數量 好二級的農田點下 但是二級伐木沒有點 哈特似乎沒有意識到 二級伐木沒有點的窘境 好 蒙古圖機這邊稍微散開 想要往前直接硬點 但是後方的駱駝 一直在緊追在後 蒙古圖機也是瘋狂射擊 但是最後撐爆 還是被拿下了 完蛋了 NBL這邊太堅持 不買石頭了 剛剛好像是斷石頭的關係 怎麼修不起來呢 他這個村民這麼多應該是修得起來的 好 那NBL這邊省了一堆黃金 但城堡被打掉兩座 還有兩座城堡 作為最後的蒙古圖機的產能 但是中國這裡的戰毛兵 也慢慢陸陸續續的成型了 好 再繼續點下工兵鎧甲 可以正面一戰蒙古圖機了 這一波兩家相戰之後 現在HART這邊的支援量 有稍微提升了一些 已經反超蒙古的經濟了 中國經濟再次反超蒙古 蒙古這邊 雖然科技經濟全滿 中國這裡甚至二級伐木沒有點 要是點下去經濟會更好 現在中國有臭命的人口數的優勢 蒙古這裡補下了更多的青騎兵 但是三級攻點不下 黃金有點缺 現在這塊黃金要找個機會拿回來 蒙古人點下鑽滑技術 提升一下城堡的血量跟防護力 這個再不行 再繼續被攻城下去會受不了 蒙古圖機要找個機會 把這個巨型投資機給拿下 蒙古這邊是率先轉出了羅馬升級 在這邊消耗之後 MBL這麼聰明 有點要按不按的感覺 後面又是一波騷擾 拉了一些蒙古圖機跟羅馬說命救援 這邊打多線要小心 打多線是常常容易出事的時候 好 蒙古圖機這邊果然出事 沒有按原地站崗模式 直接往前走 送掉了 這邊戰盲兵也被射擊發 現在MBL的問題是 前方的蒙古圖機數量不多 而且大羅馬升級也還沒升級好 戰狗也沒點下 這裡要趕快按出更多村民才行 先把經濟穩住 還有可能按出大量的大羅馬 扛住前線 好 正面直接應戰 中國這邊的駱駝直接上前 想要把蒙古圖機吃光 後方戰毛兵努力的點發 化學也補下 但是投資車傷害有點高 如果再吃一發 投資車傷害會有點吃不消 後方的羅馬緊追在後 駱駝上前想要收掉巨型投資機 但是一台巨頭都沒有倒下 後方的三台巨頭努力輸出 但是被蒙古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給反制了回去 蒙古圖機也上前 點掉一台巨型投資機 最後中國人的巨型投資機 只剩下一台 OK 蒙古這邊的蒙古圖 數量也不夠多 也只剩下十字左右的數量 兩軍相戰之後 中國這邊是稍微有點尷尬 這裡巨型投資機要小心 要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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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了 沒錯 哇 最後還是被打到了 還以為要躲過了 MBL這裡補下了投資車 跟工程工程師的升級 待會要來面對的是 中投配上摩古圖機的搭配 投資車是專殺這些戰毛病用的 待會中國這裡就很麻煩 要靠肉馬去解決投資機 這邊想要打個BD 但是家裡已經守好 前方的兩個城鎮中心被燒倒了一下 結果這邊 無扇櫃幫忙開門 肉馬還是溜了進來 但是蒙圖的攻擊速度很快 直接點掉了非常多的肉馬數量 前方的戰毛兵 開始往下進攻 但是五台巨型投資機 也已經開拆了 這裡要開始進攻城堡了嗎 下方這邊先率先架起來 先拆這根城鎮中心 上方的蒙古圖機 想要控黃金 控石頭 確實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裡來抓一隻村民 抓掉了 後方的肉馬開始過來 蒙古圖機只能撤退 龍頭一升好 中國開始B戰 戰毛兵絕對不能打正面 等一下要找個機會 把這個中投給拿下 自己的戰毛兵才有機會 反擊蒙古圖機 這就是中國後期比較尷尬的地方 要是中國有火炮 這些中投 反制 就不需要靠肉馬 人風攻擊了 結果肉馬還是成功抓掉了一台 中型投資車 中投被拿到了一台 正面肉頭直接往前 戰毛兵也往前 想要輸出大量的蒙古圖機 蒙古圖機的數量還有23隻 中投砸了一發之後 倒了一排的戰毛兵 這毛兵數量倒的速度有點快 MBL成功拿下一共城堡 後面還有三台巨型投資 繼續攻城 兩台巨頭還在找機會 繼續反擊 好 左邊這台 探險的 趕快拿 但是家裡的巨頭也被突襲 兩邊巨頭一換一 第二台有機會拿下 OK PART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中國又成功拿下兩台巨型投資機 這台殘血的巨型投資機要小心 結果是被 巨型投資機砸到中頭 中頭速度要剩兩台 殘血的巨型投資機 趕快拉聰明過來維修一下吧 好 聰明趕快修 但是最後還是被肉馬一波衝鋒帶走 MBL 這裡 很難 很難 再繼續擋住了 現在進攻手段 沒有辦法 現在要守住這個陣地站 非常頓難 好 兩邊都是先投資了三級攻 MBL這邊後期的農田稍稍不足 好 三毛兵再砸了一發 好 裡面直接深入進去 魔術數據開始往上走 投資車 打個一發 嗚呼 差點拍到啊 好 中國也補下了三級 空兵鎧甲 開始要走無黃金兵策略 但是沒有黃金兵的話 會顯得有點無力了 今天對方都是全黃金兵的情況下 要擋住不太容易 結果肉馬直接深入進來 三級攻 還有25秒 蒙圖有點麻煩 解不掉 社會命的對決也不是很好 這裡有少量肉馬 繼續殺到城市中心裡的村民 好 這裡再次往前 戰毛兵好像沒有空 結幣陣還是砸到了一些戰毛兵 好 這時候三級攻點好 戰毛兵 戰毛兵數量要再補一些 三級攻好了 蒙古人先砍村民 只要4刀 就可以拿下一隻村民 好 再來拿一刀 現在蒙古經濟量 現在已經反超了中國 中國雖然資源上還是贏 但是村民數已經下降了非常多 這裡黃金 蒙古還在努力去開挖 蒙古圖續數量回到21隻的水準 中頭砸一發 砸到一個大碗的 哇 這個血量有點殘掉了 好 但戰毛兵還在後面一直點發 紅布圖續 又砸了一發 又有一坨落馬 倒地 好 這個巨型投資機 看要不要再往前 但是如果再往前一點 差在採礦地的話 會有點太出去了 破了自己危險 我剛剛想說 不會這麼傻吧 結果好像沒空好 B陣沒成功 HART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頭死車砸了非常多的單位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蒙古人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支援險勝一點點 三勝物贏了兩勝物 輸的部分輸了蠻多的 但是黃金跟木頭都是稍微略勝一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